各位学员,嗯,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七门课堂,从这一节课开始啊,呃,我们就进入到了七门断甲终极课程的讲授,那么在终极课程的讲授之中呢,呃,首先呢, 跟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如何去排日加七门,月加七门,年加七门和四加七门的排盘方法,就像我们学十加七门一样,我们首先要学会如何去起局, 然后呢,把起好的局配合不同周期去判断事情,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的未来走向,哎,你把几个周期的七门放在一起去看的话, 我相信,比我们原来的时候只用一个十加七门进行判断,要准确的多的多,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呃,我们知道啊,呃,按照用局周期的大小呢,目前,呃,在飞盘七门的整个体系之中啊,一共分为五个层次, 那么第一个层次呢,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十加七门,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日加七门,第三个层次是月加七门,第四个层次是年加七门,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世加七门,那么相对来讲啊,呃,世加七门用的比较少一些,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周期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一个阴阳顿的周期能到十二万九千年,所以说呢,平时我们用的的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讲,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进行七门断视的时候,用到的相对比较多的,呃,两个七门,是什么呢? 十加七门和日加七门,那么月加七门呢,是再次,一般年加七门和世加七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用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七门的周期实在是太大,好,呃,在讲日加,月加和年加七门之前,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飞盘十加七门排盘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实际上,你学会了十加七门,把这个周期自己往外放一放,自然就得出日加七门,月加七门和年加七门的排盘方法。 我们学义经,一直在讲,七大无外,七小无内,说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基因是一定的。 就像一个部队,十个人,赌成一个八,那么一百个人,赌成一个排,一千个人,赌成一个连一样。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人数呢,是简单的做一个比喻。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的部队编制的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就跟我们讲到的七门断甲,按照时间用许周期的大小,分于不同的七门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学好了十加七门,如果对十加七门非常非常的熟悉, 再学日加,月加,年加,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十加七门排盘的最基本的特点,你一定要知道。 首先,我们讲用局,我们如何用局呢? 节气为体,复原为用。 这是,呃,我们在定局的时候,跟其他七门最大的一个区别。 传统的转家七门,呃,我们讲,大多时候,他们采用的是滋润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由转盘七门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在前面,我也跟大家讲过,转盘七门必须用滋润法,而飞盘七门必须要用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个节气为体,服务员为用的这样一个定局的方法。 什么叫节气为体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宇宙之中,谁权力最大? 毫无疑问,节气是最重要的。 节气一到了,我们的奇门局立马化。 不像滋润法一样,那么有什么的操散,还有什么的,节气。 节气,譬如像现在,经浙,今天经浙,换经浙,经浙节气已经到了。 结果呢,很多滋润法还在用什么呢? 还在用雨水的这样一个节气的局,这合适吗? 那么对于转盘七门来讲,可能是合适的。 但是对飞盘七门就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 飞盘七门从它的历史原理上,它从根本上讲,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阴阳之气的一个轮化。 而转盘七门从根本上讲,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追随着节气时令而在转的这个一个系统。 那么至于两者的根本区别呢? 后面我还跟大家详细的讲,在这里呢,不是今天的重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复言为用,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好,其实非常简单。 你去用上缘,中缘和下缘,究竟用哪一个缘? 你去看,你去看甲级的福头。 如果地支是重甲,自无毛有,那么就用上缘局。 如果是孟甲,隐身四汉,你就用中缘局。 如果是记甲,陈虚丑位,那么你就用这个节气的下缘局。 那么我们在定节气,节气定了之后,用哪一局,就是非常非常明确了。 不会把大家给搞混。 那么还有,就是要了解什么呢? 我们讲啊,十家七门,它有一个基因。 那么这个基因是干嘛呢? 大圈套小圈,大圈套小圈组成的。 就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人的身体有什么组成的呢? 首先有体表,然后呢,有肌肉。 再就是呢,有骨骼,再就是有体液。 是吧,这几部分所成的。 那么具体的每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指头,是不是也是有这几部分所成的呢? 有没有体表? 一定是有的。 有没有肌肉? 一定是有的。 有没有体液? 肯定的。 有没有肌肉? 同样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讲什么呢? 一个物体的构造的基板的基因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在我们的施加期益之中,我们把一年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完整的阴阳局。 所以,那么它的一个从大的周期到小的周期,这样一个基因结构是这样。 一年会有阴阳二段。 那么,在阴阳二段的下边,是什么呢? 是12个月。 那么,在一个月之中呢,有两个节气。 所以,一年有什么呢? 有24个节气。 那么,这24个节气,下面又是什么呢? 又是到了后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时间单位。 我们知道,一个节气翻为什么呢? 翻为三后。 我们也称为三元。 或者我们称之为三局。 所以,一年有72后,也就是72局。 也就是72元。 那么,在后这样一个时间单位之后,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是群。 我们知道,一后有多少群呢? 有六群。 一后有六群。 所以,72乘以6是多少呢? 就是432群。 我们知道,一群有几个小时呢? 一群是十个小时。 是吧? 所以呢,就是4320个小时。 那么,这样一个它的基因结构,这样一个单位的构造,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要是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再学年加气门,月加气门和日加气门,那它就费劲了。 好,我们在了解清楚,上述讲到的东西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已经非常熟悉,非常精通了。 好,下面,我们开始从哪里入手呢? 从十,从,呃,十加气门,我们呢,先排一个局,看大家干嘛的呢? 温惜,温惜,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呢? 那么,讲到的这个局该如何排? 好,我们来看。 呃,就以今天这个时间,呃,3月5日,呃,20点。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今天2013年3月5日,呃,18点呢,是金泽,是金泽。 嗯,我们来看,那么,鬼四年,以某月,庚五日,那么20点的话,是丙须时。 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万年力就能查得到。 那么,用金泽,哪一个元呢? 刚才我们讲的,来,来看日。 那么,庚五,往上是什么呢? 几次。 好,我们找甲几的福头,地支是什么呢? 四。 银身四大海,用中元。 好,金泽,中元,是多少呢? 哎,我们知道,是阳七局。 好,我们把这个局,给排上的阳七。 好,我们来看。 顶在五,丁在六。 好,我们把什么呢? 把地盘的三七六仪,给排列完毕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确定指符和指使。 我们来看。 那么,甲虚寻,处于甲虚实,属于哪个寻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十一减三,等于几呢? 等于八。 那么八是什么寻呢? 八是甲身羹,甲身羹群。 好,我们来找。 那么,甲身羹在哪里呢? 哎,在九宫。 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么指符是什么呢? 指符是天鹰,指使呢? 锦门。 好,我们来看。 把地盘的九神排出来。 指符,然后呢? 滕蛇,太阴,六合,白虎,太长,玄武,九地,九天。 好,地盘的神盘,我们给排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什么呢? 把地盘的,把人盘的暗杆再排出来。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呢? 甲身羹群。 那么这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甲身。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宜游,然后呢,丙须,丁亥,物质, 鸡丑,丁亥,心毛,人臣,鬼子。 好,我们把什么呢? 把人盘的暗杆给排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要排天盘。 天盘。 首先,我们知道,甲加到哪里呢? 甲加饼,饼屈石。 支符加石干。 在这里,甲加饼,这是什么呢? 支符。 支符是谁呢? 天鹰。 好,我们先把天盘的三七六仪拍一下。 甲心神。 鬼。 鬼。 仪。 丙。 丙。 丁。 物。 吉。 好,我们拍完。 接着拍什么呢? 拍天盘的九星。 因为这是阳段局。 所以顺盘。 天鹰。 然后天鹏。 天锐。 天冲。 辅。 琴。 心。 助。 。 食刃。 好,天盘九星。 拍完。 接着拍天盘九神。 好,我们看。 支符。 藤蛇。 藤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接着我们把什么呢? 把值十给按进去。 好,我们看值十是什么呢? 值十是井门。 井门我们找什么呢? 找丙须。 丙须在哪里呢? 在这里。 看到没有? 丙须在这里。 所以呢,井门就在二宫。 顺盘。 井。 修。 死。 伤。 渡。 中。 开。 金。 深。 好了,那么我们把什么呢? 把整个的盘呢,基本拍完了。 那么剩下的我们要干嘛呢? 把空找出来。 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呢? 甲身耕。 甲身耕寻。 那么,什么空王呢? 五位空王。 我们需要干嘛呢? 把空王的位置给他什么呢? 给他标上。 位在这里。 然后呢,五在哪里呢? 五在这里。 好,五位空王。 是吧?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称之为,称之为是什么呢? 群空。 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移空。 好。 甲身耕。 那么,什么空王呢? 移空,那就是心。 支付后一位,干嘛呢? 是属于移空的状态。 好。 新空王。 然后呢,再找出新。 好。 那么,如此以来,我们把什么呢? 就把这样一个2013年3月5日20时的石盘局排列完毕。 那么,当然,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上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什么呢? 比如桃花。 比如一马。 比如各种神杀。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嗯,呃,望向修求的状态。 那么,这是干嘛的呢? 这是各级各人的爱好了。 你可以加上243,都可以。 那么,那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是扩充盘了。 我们一个基本盘,就如此排列完毕。 好了,那么我们跟大家一起排完这样一个,呃,施加期满之后。 呃,我相信那么大家慢慢呢,呃,会对日加期满,月加期满和年加期满。 这样一个排盘方法有启发作用。 为什么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实际上,另外三个周期或者四个周期的排盘方法,完全是按照施加期满来这样进行排列的。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日加期满,排盘的时候注意点。 那么,首先呢,要注意,年支决定着阴阳顿。 年支决定着阴阳顿。 如何讲呢? 啊,你去看一看,呃,今年的年支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子丑尹某,陈寺,那么用什么呢? 用阳段举,这也非常简单。 为什么这样呢? 实际上,阳段本来就是从冬至到什么呢? 到盲众。 也就是从,什么呢? 从一宫到四宫,用阳段。 那么,从九宫,九宫里边落着地支的五。 那么,也就是从五年,一直到什么呢? 到汉年,五位深游虚汉。 那么,这些年份用什么呢? 用阴段。 用阴段。 那么,我相信并不困难,并不困难。 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好了,那么,譬如像今年。 今年是什么呢? 今年是鬼四年。 那么,我们知道,应该用阳段还是阴段呢? 毫无疑问,用阳段局。 那么,接下来,到底用阳段哪一局呢? 有什么决定的呢? 有年份所在的公位的节气决定的。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好。 节气决定所用的具体局数。 那么,譬如,看当前属于何节气。 那么,我们就知道,该干嘛呢? 该用哪个局。 那,譬如,像现在,属于什么呢? 属于经浙。 属于经浙。 那么,经浙在哪里呢? 经浙在雨水之后。 古语之前。 好,我们知道,应该用什么呢? 应该用雨水的局。 应该用雨水的局。 究竟有哪一局呢? 后面我们有一张表。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对应的看。 那么,大家记住啊。 日加七门啊。 一年,干嘛呢? 一年只有六个局。 一年只有六个局。 请大家记清楚。 那么,换局的时间是当市场进入到冬至之后,就开始新一年的局数的开始。 雨水之前,那么,要换局。 然后呢,鼓雨之前,用一个局。 那,鼓雨之后就要换局。 下至换员。 然后呢,处处换局。 双向换局。 也就是说,一年它只有六个局。 好,我们来看一个这张表。 那么,大家就相对来讲,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 呃,假设我们讲,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呃,呃,鬼四年。 那么,地支是什么呢? 地支是四。 然后呢,现在的局呢,又是在什么呢? 在雨水之后,鼓雨之前,我们就非常容易的找到。 那么,应该用哪一局呢? 在这里。 二。 用什么呢? 用阳二局。 好,我们干嘛呢呢? 哎,就找出来了。 那么,在确定了局数之后,剩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哎,要确定地支符了。 地支符了。 那么,用局日,首先要找属于哪一旬。 然后呢,就可以确定,地盘支符究竟是谁,然后呢,接着排列地盘的三盘六仪和地盘的神盘,然后呢,排列人盘的暗干支。 然后,接着,然后接着就可以干嘛呢,排列,支符,加上什么呢? 加日,然后排列天盘的六仪三旗,以及天盘九星,神盘九财和人盘九门。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跟我们前面排的什么呢?排的四家七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周期大了一倍。 那么,这也是我前面为什么先跟大家排一个十家七门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先跟大家一起干嘛呢?一起先排一个局,这样的话,大家会更加直观的认识到。 我们来看,还是以今天来排这样一个日局,2013年3月5日,鬼4年1某月更5日。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上面那个局,那么知道,我们今天应该用什么呢?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雨水之后,故雨之前,四年,应该什么呢? 用二局,用洋二局。 好,我们就知道,应该用什么呢? 用洋二局。 洋二局。 好,我们首先干嘛呢? 把这样一个地盘的三七六仪先排列完毕。 五、物、吉、根、心、人、鬼、已、丙、丁。 好,我们来看。 那么地盘的三七六一排列完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找 找什么呢 找到底知福和知识究竟是谁 刚才我们讲到如何找呢 非常简单 看更五日究竟属于什么呢 属于哪一群 更五日究竟属于哪一群 那我们就开始算了 五什么呢 是七 减几呢 更是几呢 加一丙丁物及更 干嘛呢 要是七 那么毫无疑问 这是什么呢 甲子群 好 我们来看 那么甲子是什么呢 是物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知福 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 更五日知福 是什么呢 天瑞 然后呢 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是死门 好 我们开始排 地盘的神盘 知福 这是什么呢 杨二局 能舍 太阴 六合 白虎 那么在这个位置 那么有人喜欢排什么呢 排高层 干嘛呢 也行 太长 然后呢 玄武 那么有的人 在这个位置 认为杨段是什么呢 是猪雀 无所谓 好 玄武 然后呢 知福 藤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好 九天 这是干嘛呢 把地盘的神盘排列完毕 接着我们干嘛呢 要找出什么呢 找出 他的什么呢 人盘的暗干 这是什么呢 甲子 三是什么呢 一筹 然后呢 丙铃 丁卯 悟臣 己四 然后呢 庚武 心卫 人身 鬼友 好 人盘 排列完毕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干嘛呢 也可以 先把人盘 给排列上去 我知道 指使 死门 加什么呢 加 耕武 耕武在哪呢 在这里 我们知道 这就是指使所在的位置 是干嘛呢 死门 然后呢 上门 渡门 中门 开门 经门 升门 然后呢 井门 修门 好了 把人盘 排上去了 接着排天安盘的什么呢 3761 怎么知道 什么呢 庚 呃 物 物加什么呢 知福 加日干 日干是什么呢 是庚 物加庚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 知福 天锐 什么呢 作为知福的神盘 然后呢 和作为知福的3761 以及作为知福的天盘九星 它实际上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是一个太极定位的作用 它 到了某个宫位之后 那么其他的 干嘛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确定出来了 比如讲 我们讲 知福到了四宫之后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还知道五宫是藤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时间盘拍完 接着拍什么呢 盘 天盘 天干 好 物 其 更 心 然后呢 人 鬼 笔 笔 钉 钉 钉 好 带来牌 天盘九星 锐 冲 符 琴 心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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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神 九星排列完毕 接下来 把空找上去 夹子物 寻 什么空呢 夹子物 我们知道 子在这个位置 虚害空 这是干嘛呢 寻空 接下来 我们再来 干嘛呢 把移空 也标上去 那么 移空 那么 物 接下来 是什么呢 就是 几 那么 至于这个空 有什么作用 实际上 前面呢 已经跟大家 讲过 它是判断 应期的 一个非常 重要的 一个标准 好了 这是干嘛呢 我们就把 耕武日 的这样一个 日盘局 全部排列完毕 同样 你可以根据 个人的喜好 和个人的需求 去排上 很多的 神煞 也可以 放到 二十四三里边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 跟 这个 六人盘 放到一起 进行 这个 六 这个 六人 穿假 那么 其实 这是干嘛呢 全是自己个人的 爱好和喜好了 那么 只要 你 用着 准确 就可以 那么 对于 在 目前 很多人 讲 哪种 欺骗是真的 哪种 欺骗是假的 其实 这个东西 没有真假 你只要用的 好用 断式 正确的 概率高 你就是 对的 否则 就是 错的 譬如我们讲 为什么 我讲 在 七门 断甲 之中 由于 非盘和 赚发的 区别 那么 很多人 干嘛呢 认为 三七六一的 排列顺序 应该是 物极 更新 人鬼 丁丙 那么 这种 三七六一的 排列方式 对于 对于 转盘来讲 可能是正确的 当然 我对 此 也不 深信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对 转盘 不熟 但是 如果 你想用 非盘 的话 你就 应该 三七六一的 顺序 是 物极 更新 人鬼 以 丙 丁 否则 错的 概率 就 非常 非常的 高 那么 这个 大家可以 在 实践之中的 去不断的 应用 去检验 即可 那么 至于 为什么 那么 这是一个 比较 高深层次的 一个东西 那么 后面 有机会 我也会 给大家 详细的 来讲 好了 那么 这是干嘛的呢 这是我们 讲 讲什么呢 讲 日加七门 排盘的 方法 那么 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什么呢 我在前面 一直讲 你要 把日加七门的 一些什么呢 一些数据和周期 跟十加七门 要对应 如此以来 你对于日加七门的 这样一个领悟 会更深 我们讲 在日加七门之中 一群 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最小的单位 那么 等于十日 那么 一后 也就是一局 也就是一元 等于多少呢 等于六十日 那么一节 里边 有几个后呢 有三个后 是吧 那么 它就应该是 一百八十日 我们知道 一个月 有几个节气呢 有两个节气 所以呢 一个月 十加七门 一个月 这样一个时间级别 就等于 日加七门的 三百六十日 同样 我们知道 一年 有十二个月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对于日加七门来讲 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是多少呢 是十二年 是十二年 那么 我请大家 要把这些数据 要记清楚 为什么呢 那么 这在后面 你进行换源 和其他操作的时候 有着什么呢 极高的参考意义 好了 呃 我们讲完什么呢 日加七门 是如何排盘的 以及 他跟十加七门的 这样一个数据上的 关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月加七门 又跟什么呢 又跟日加或者十加七门 有什么联系 或者区别呢 好 月加七门排盘的要点 呃 首先呢 我们知道 月法 常办 事举持 那么说的是什么呢 在月加七门之中 那么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就相当于 什么呢 十二世 那日加七门里边的什么呢 十二个月 那么就相当于月法七门中的十二世 那么这个世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大高极 我们慢慢来捋顺 其中的这样一个数据上的关联 首先 我们知道 十加七门 一年 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阴阳段 作为一个阴阳段 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那么对于月加七门来讲 它的一个 完整的阴阳段 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 是十二世 是十二世 那么一世 等于多少呢 一世 等于 三十年 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 对于月加七门来讲 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它是需要 走三百六十年 那么 接着我们讲到这个 是的概念 那么一世 我们讲 为什么 等于三十年呢 因为 我们讲过 在这里边 一世的概念 就相当于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日加七门之中的 十二个月的概念 所以 我们知道 那么 呃 我们知道 那么 对于 在十家七门之中 在十家七门之中 那么 呃 一个月 一共有几局呢 一个月 有几局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问题 那可以 非常快速的 你的通脑中 就要想到 那么一个月 首先 干嘛呢 他有两个节气 那么一个节气 是干嘛的呢 是有三个局 那么两个节气 就是六个局 是不是 所以 干嘛呢 呢 哎 他就是 三百六十个月 三百六十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 一局 是干嘛呢 一局 是 那么六十 是什么 是六十个月 那么这里边的 这个换个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后面呢 这个呃 月亚七门 跟十家七门的 数据上的关联 我们后面再讲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月亚七门 究竟如何去推延和拍盘 首先 那么这里边 有一个大的台积点 是什么呢 乾隆九年 也就是1744年 那么这一年的 它是甲子年 从甲子月开始 那么开始什么呢 冬至一局 冬至阳一局 那么 一直到 民国十三年 也就是1924年 这个时候 从1744年 一直排到 1924年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排到哪里了呢 下至上元了 已经是下至上元的局了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 接着再往前推 推什么呢 到了 1999年 到2013年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白鹿局 目前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白鹿下元 一六局 那么 如何进行推演的 那么大家呢 可以自己慢慢 把什么呢 把时间倒腾过来之后 自己慢慢慢慢的去推 只要给你了一个太极点 你就应该可以推出 究竟用哪个局 那么 在接下来的 2014到2028年 是什么呢 秋分局 我们知道 也就是说呢 越加七门 15年 是一个节气 15年 是一个节气 那么我们看 今年是2013年 白鹿局 那么接下来 要干嘛呢 要换元 所以说 2013年 干嘛呢 哎 注定是一个 不平凡的 年份 好 如何来排 我们举例子 那么大家呢 要跟着我的思路 一起来排 首先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讲到了 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音六局 是不是啊 白鹿 下缘 音六局 音六局 我们就开始干嘛呢 开始 把 把什么呢 把地盘的三七六一 先排上去 悟 记住 音顿了 音顿要干嘛呢 要逆排 不及 根 心 人 鬼 疑 丙 丁 好 我们来找 找什么呢 找指符和指使 究竟是谁 好了 嗯 鬼四年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一毛月 好 我们来看看什么呢 看一下 好 鬼四年 一毛月 我们来找 就月份这样一个级别 它属于哪一群 往前推 很简单 干嘛呢 假银 假银 一毛 哎 我们知道什么 假银 假银属于哪一群呢 毫无疑问 属于假银群 假银鬼 我们找鬼 鬼在哪里呢 在这里 对不对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呢 音六局 我们来看 吹到 是 这里是音六局 音六局 好 我们来找指符和指使 假银鬼在哪里呢 在这里 或者它的指符 是什么呢 天鹏 然后指使呢 修门 好 我们接着来排 指符 然后呢 记住 音顿 要干嘛呢 逆排 横舌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我们再把人盘暗干 给排上 假银 然后呢 姨卯 丙辰 丁寺 不武 几位 更深 心有 人虚 鬼害 好 我们再把什么呢 再把天盘的太极点 给找到 那么 假银鬼 鬼加什么呢 指符 加什么呢 加实干 鬼加乙 好 石符 然后呢 天盘 石符 鹏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记住 神盘 无论天盘和地盘 阳断 顺 阴断 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那么 天盘 天盘 天盘的三奇六语 同样的三奇 同样是阳算 阴尼 同样是阳算 不计更新人鬼 然后呢 注意 各位 在飞盘奇门之中 无论阳顿阴顿 天盘 九星和九门 都是顺攻飞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天盘 瑞 冲 府 勤 心 住 任 英 好 找门 一毛 在这里 修门 修 然后呢 死 杀 渡 中 开 京 生 井 好 我们把所有的星门神和三七六语安放完毕 接下来要做的一步工作是把空给装上去 我们来看 空什么呢 假银鬼 所以是什么呢 哪里空呢 子丑空 好 许云空是子丑空 那么 那么 把子丑装上去 子丑的位置标上 是子 然后呢 丑 好 还有把什么呢 把 移空要标上去 那么 鬼 做直服的时候 物是空的 那么 鬼 好了 这是一个 2013年 三月的 三月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月盘 给大家 排列完毕 好 我们接下来 看什么呢 一定要 把这些关系搞清楚 月加七门 与十加七门 数据的对应 我们讲 在七门断假之中 那么除了最基本的单位之外 譬如十加七门毫无疑问 它最小的单位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一个一小时 然后呢 那么日加七门它一定最小的单位是日 是吧 那么除了这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单位之外 那么剩下的作为一个家庭单位来讲 最小的是什么呢 就是 巡 我们知道一巡 在 十加七门的一巡 是十个小时 对应什么呢 月加七门 那么它 因为它的最小单位是月 那么毫无疑问 就应该是多少呢 十个月 那么一号 等于 几巡呢 等于六巡 所以呢 哎 就对应六十个月 接下来 单位是什么呢 节气 一个节气 有三号 所以呢 应该是一百八十个月 那么接下来 到了什么呢 到了月 十加七门的一个月 干嘛呢 哎 就是三百六十个月 干嘛呢 就是三十年 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一世 一世等于三十年 那么接下来 一年 一年等于多少呢 一年就是十加七门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它一共有多少个月呢 四千三百二十个月 也就是三百六十年 为什么呢 乘以十二 那么就能得出下面这个数来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样一个数据关系 在自己的头脑里边扒了清楚 否则后面没法玩 好了 那么接下来干嘛呢 我们就进入年加七门的排盘了 那么年加七门排盘的要点是什么呢 年以运气十有二 法以十二运为定 记住 也就是说呢 那么在年加七门之中 一运就相当于十加七门之中的什么呢 一个月 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我们根据有关数据 倒腾 民国十三年 记住啊 民国十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的甲子年甲子月 是一个重要的换局点 那么民国十三年是多少呢 就是一九二四年 然后呢 到二零一三年 我们换算过来之后 是用什么呢 用大雪局 那么目前 那么年加七门 从一九二一九八四年 到什么呢 到二零四三年 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是大雪中原的一个阴气局 那么如果说各位 你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相关的资料 自己去拔了拔了 那么最好是自己去拔了拔了 知道 怎么样去推什么呢 到底用哪一局 好了 那么我们 那么确定了用局之后 剩下的问题 那么要解决起来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来看 因七局 因七局 我们来看 好 二零一三年 鬼四年 然后呢 刚才我们已经确定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因七局 好 好 我们就开始排 物 起 根 心 人 鬼 笔 丙 金 好 我们 接下来 要找什么呢 知福和知识了 知福和知识了 那么 鬼四 属于哪一群呢 那么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去换算 换算什么呢 鬼四之后 是什么呢 甲五 那么甲五星 那么甲五星的前边那一群是什么呢 甲神庚 明白吗 甲神庚 所以呢 那指福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是什么呢 天秦 指使呢 中文 好 我们来看 指福 恒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我们来 把 人牌 按干支 给排掉好 甲神 然后呢 已有 哪里 讨死 严须 严须 丁楷 酷 叮坏 武子 吉仇 更隐 西莽 人臣鬼四 好了 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直接把年干给排上的 中门 把人盘给排上的 中门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讲 无论阳段还是阴段 在飞盘其门之中 九星九门永远顺攻飞 那么这就是在门上来讲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福音局 是一个福音局 福音局 我们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经 升门 然后呢 进门 修门 死门 伤门 渡门 好 我们再来 再来看什么呢 再来看天盘的神盘 和什么呢 九星 我们讲 羹加到哪里呢 羹加到鬼上边 为什么呢 因为是鬼四年 知福 然后呢 天秦 好 我们来看 神盘 是有顺逆的 阳顺阴逆 师福 藤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深盘 排列完毕 接下来我们把什么呢 把天盘的天干 三七六仪 给排一下 更 注意 三七六仪 同样是干嘛呢 有顺利的 阳顺一利 更新 人 鬼 疑 病 经 物 疾 好 三七六仪 排列完毕 接下来 按什么呢 按九星 情 心 住 日 阴 头 锐 出 祖 好 干嘛呢 我们就把三七六仪和天盘神盘地盘全部排列完毕 那么接下来按空 那么鬼四年我们讲到他的假身更 是吧 那好 那么假身 什么空呢 无畏空 好 然后呢 再把移空 排上 移空 那么假身更 那么接下来什么呢 心 好了 整个完整的年盘排列完毕 好 接下来 那么同样要把年加七门和施加七门的一些数据和周期要对应好 否则在进行判断和推延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和复杂 那么年以七月十有二 发以十二运为定 很简单了 那么在这里边一旬相当于十年 一局等于施加七门的一后 那么等于什么呢 等于六旬 也就是六四年 一截呢 一截是由三后 那么就是一百八十年 那么施加七门的一个月 有两个节 所以呢 对应年加七门就是三百六十年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讲的一运 我们讲的是大运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年 有多少个月呢 有十二个月 所以 那么一年 年加七门的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一共是四千三百二十年 那么请大家要搞清楚这些对应数据 好了 那么我相信 这是目前市面上大家能够经常看到的 什么呢 除了施加七门之外 其他三个周期七门的一些排布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 飞盘七门的周期系统 我再把目前市面上不多见的什么呢 施加七门 施加七门的排盘要点 以及如何排 跟大家来讲一遍 是从会算 天元位 罚以十二会为定 毫无疑问 这是干嘛呢 他的最小的时间都周期 是什么呢 是是 明白吗 那么施加七门里边的十二个月 他在这里叫什么呢 十二会 那么我们来看 每会 六局 刚才我们讲到了 在施加七门之中也是一样 一个月有六局 所以他这里边 一个会就有六局 那么以摇算式客 为阳局之急 也就是 那么把摇算 雨时期的那个摇算 都为什么呢 阳局之急 盲中阳九局 同开始有了奴隶社会 下雨 开始不 什么呢 下至阴九局 夹子式客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时间的推延换算 到洪武十七年 是什么呢 下至下缘 阴六局 那么再往下推 推到什么呢 民国十三年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1924年开始什么呢 开始 是开始什么呢 甲须 挤 做执服 然后呢 人武十客 好 我们来干嘛呢 来排这个局 就非常简单了 你要 只要定数局来 其他的问题 都迎战而解 干嘛呢 是什么呢 首先 因六局 然后呢 人武十客 甲须局的人武十客 好 钢 心 人 鬼 疲 丙 丁 好 我们讲 这个执服是什么呢 甲须己 在这里 好 是什么呢 天琴 是什么呢 执服 他的执服是什么呢 天琴 中门 好 执服 那么 地盘的什么呢 地盘的九神 阳顺 阴拟 执服 藤舌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我们把人盘 按干支给排出来 假虚 那么 遗憾 记住了 神盘 以及 牵涉到干支的 都是阳顺音律的排列顺序 遗憾 灵子 丁筹 户阳 不淫 吉某 庚尘 然后呢 心寺 人武 然后呢 鬼位 好 我们可以先把门给按上 我们讲 它是人武时刻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是什么呢 中门 然后呢 开门 经门 升门 井门 修门 四门 商门 渡门 好 再把什么呢 它是排天盘了 来讲 几 加什么呢 几家人 好 我们来看 我们讲 神盘 音顺养力 知福 横舍 太阴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阳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排 天干 天干 我们讲 跟神盘一样 是 阳帅 阴泥 几 根 心 人 鬼 笔 丙 丁 物 好 排完 接着排 天盘 九星 我们刚才讲 天盘 天盘的九星和九门永远是顺转 好我们来看 琴 星 芝 轻 猪 镲 鲲 生 装空 我们来看 那么人 那么假需选 假需己 那么空什么呢 空生有 假需 空生有 我们给它排上 这是什么呢 寻空 接着来 我们把 移空 也给它排上 那么讲 既然假需己 那么接下来空什么呢 己 根 通根 好了 一个完整的 事起 排列完毕 我们带来把什么呢 把 世家器门 和 十家器门的数据 做一个对应 在 十家器门之中 它的一群 在 世家器门里边 就等于 十世 等于多少呢 等于 三百年 那么一局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后 等于六旬 就是多少呢 一百八 一千八百年 那么一节 里边有三后 就是五千四百年 一个月 等于两节 是多少呢 一万零八百年 注意 这就是他讲的一会 一年 世家器门里的一年 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阴阳段 在世家器门里边 需要多长时间呢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那么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什么呢 一个世家器门的排列方法 那么 我们 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那么根据玛雅的立法 说什么呢 说地球 要进入什么呢 进入毁灭期了 那么如果说 你懂得 中国的什么呢 中国的世家器门的排列方法的话 那么你就知道 那是 下车站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才到哪里呢 我们找到 在哪里呢 现在 刚刚才开始 运行到哪里呢 运行到下指 明白吗 下指下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整个人类的历史 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他起码 要运行到冬至 是不是 他开 才算是结束吧 才有可能 干嘛呢 人类灭亡 人类灭亡吧 不可能 运行到 连下日都没有运行完 因顿刚刚开始 然后人类就灭亡 不可能的 所以说 还是中国的东西 比较靠谱 好了 那么 通过这一节课的简单讲解呢 我先向大家 对于整个飞盘其门的这样一个 不同周期的 这样一个体系 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 我希望大家后面呢 会去 好好的 多看几遍 短节视频 那么这节视频呢 对于后面的我们一些判断呢 会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那么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到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应该 学着 去用多个周期的奇门 去配合着断事情 如果你仅仅 用一个实际器门来断事情的话 视角会非常非常的窄 就譬如干嘛呢 就譬如我们 在打仗的时候 没有望远镜 那么只能看到 自己私立范围之内的 一点点的事情 没有一个大的全局观 那么如果说 你 把 什么的 年 月 日 三个周期的奇门 全部排出来 然后干嘛呢 有一个由大到小的 这样一个 俯联天下的 这样一个态度 或者是这样一个 看盘的方式 去进行事物决断的时候 毫无疑问 你干嘛呢 你既能了解一个大的背景 又能了解细节性的 一些断语 那么 在这里呢 要是提醒大家 每年的 陈虚丑未月的 第三周 都会 有一期的 奇门 钝甲的课程 那么大家呢 如果说 错过了上一期的 报名 那么可以呢 参加 今年 陈月份 今年陈月份 第三个星期的 开始的 这样一个什么呢 一个奇门 钻甲课程的 报名 那么 可以 拨打我个人电话 也可以通过 秋秋 向我进行咨询 那么 我希望 这里呢 各位同行 或者说 你对于 自由国民 本人 没有 多大的了解 不信任 那么 请大家 不要打扰 为什么呢 因为 说实在的 大家都非常忙 没有时间 给大家呢 去 非常 细节的 做好 每个人的 服务 好了 那么 本节课程 到这里 谢谢